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是一個常態節目 每月用什麼錄月篇 今個月真的試了很多東西 用了很多東西 所以intro就不浪費時間了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現在就開始了 如果你喜歡看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就可以緊貼到我的生活動態 對了,上個星期出完giveaway影片 最多人問的竟然是關於我的頭髮 我不是做了負離子 也不是電直了頭 不是直療 它是一個修護頭髮的Treatment 叫做BBO Treatment 都蠻貴的 二千多元 但是大家看看我頭頂 看到光澤嗎? 這裡 還有這邊 然後我想說從小到大 我也是一個天生暖的朋友 所以是非常無躁 一起來頭好像爆炸一樣 但是做這個Treatment 最值得的地方就是 我一起來頭頂和現在是一模一樣 超級毛的順滑 這個Treatment是塗一些... 安基酸? 我都不太記得了 總之就是一個吹風肌 吹了很久 然後用直髮夾的精華 在頭髮裡面讓它吸收 之後每一次洗頭的時候 它都會慢慢地失敗 效果呢 Anson 即是我髮型師 就說可以維持大約三個月左右 如果真的做到三個月 真的這麼柔順 不freezy 一起來就很漂亮的話 我都覺得是值的 不過我不是一個非常乖的人 應該要用一些比較滋潤的洗頭水 但是夏天很黏 我還是喜歡一些清爽型 清潔能力高一點 所以可能有一點影響吧 但是我也很想跟大家推介這個洗頭水 我真的非常喜歡 就是我手上這支 看到Logo 看到名字 又是加丹尼爾的產品 我又要表達一下對它的愛意 這個是我買了它的大Size 真的非常好用 它的清潔能力高 然後洗完頭皮和頭髮都清爽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種薄荷的感覺 它不是洗的時候薄荷 YOu 沒錯的這樣簡單 吹完頭頭你都會覺得頭皮涼渣 在夏天非常適合用 他們還有出一些精油蠟燭 我已經燒到一半了 名為解憂的樹 如果是一個香薰蠟燭 味道很舒壓很香 但燒的時候不是很出色 你不會給一個幸福的氛圍 在房間包圍自己的感覺 但為什麼我會喜歡它呢 就是它裡面的蠟是精油 所以燒完 關掉它 等大約一分鐘左右 你可以撈起那些精油 塗在身上做按摩滋潤的效果 是很棒的 當下你就會嗅到自己的味道包圍 但如果你本身不喜歡有一點油膩 真的有存在感 或擔心自己立即睡覺 會弄到那些床鋪的話 這個就未必適合你了 然後就是他們今個月的新品 金棧花舒緩平衡液 這款我不討厭 但也沒有很喜歡用它 因為在我肛機身上 覺得它太清爽了 除了濕敷之外 我是用不著的 如果就這樣拍照面 實在是太無感了 但如果濕敷的話 它是做到輕度至中度的保濕 夏天紋下去 拍照的清爽感都舒服的 如果你是油肌或混合肌 很怕一些toner 敷完或拍完會黏黏黏的話 它就適合了 但如果跟我一樣都是乾肌 需要有少少的保濕滋潤感 它就給不了了 然後今個月 結果就是這樣 我是上網訂的 因為以為香港未出 但現在好像香港的Olanse都可以買的 之前我也試過另一款月牙康 是Lancetown的 大家應該分得到 Lancetown這一款 裡面有一片粉紅色 而戴上去有什麼分別呢 Lancetown這款是有卡通感 有漫畫感 因為它的粉紅色 真的實實在在有一片 你近距離望眼珠的時候 你是看得到的 然後如果你兩隻眼睛 因為Coin是會走位的 所以它那兩個月亮 不一定永遠對稱的 挺有趣的 就算Olanse這一款也好 我現在兩邊的月亮都不對稱 但因為它不是實色 它是比較透的一個月亮 所以看上去就自然一點了 你覺得想拍照的時候 有一種漫畫的感覺 眼睛好像畫出來的光芒的話 這個其實也OK的 但如果你說平時用的話 我一定會選Olanse這一款 然後最近我新認識了幾個Skin Care品牌 其中一個叫Serenia 是一種緣分來的 試完有一位觀眾 DM我問我有沒有聽過他們的產品 有沒有興趣再分享 其實我平時都收到很多這類型的DM 但我家裡很多東西要試 通常我看完 除非真的很有興趣 才會急不及待買回來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他們為什麼會吸引到我呢 就是他們的面膜 Gel Mask就不是很特別的 但他們的用料 這款是有復齡 然後還有什麼呢 例如白雀茶 然後有雪耳 或者地丁草 你會看到整件事真的非常特別 當時他們在做優惠我就買了一套 然後DM我的觀眾還很開心跟我說 終於燒到我 不是只有我燒人 然後我就跟店主的方法做一個三文字面膜 就是一包這個面膜 再加上他們的燒面膜 我也有買的 再加上粉紅新肌水 敷完之後 臉是超級有光澤 是很細緻很漂亮的 是有點奢侈 這些一盒裡面四包大約180元左右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優惠 大家都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如果有留意IGTV 應該會對這支不陌生的 它就是Herbs All Hawaii的SOS Booster Serum 我跟他們做了一個小小的合作 這支的Serum我真的非常喜歡 它的質地很適合夏天天用 做到保濕之餘 清爽快吸收 給大家看一下瓶 當吸收完後 它是不會有一層膜在上面 完全不會焗的 所以它很適合夏天戴口罩的時候用 做到保濕 但不會焗到出粒粒 不會黏黏黏的感覺 如果跟Little Stardust的M1比 小星層的保濕感 會再深層一點 會再多一點厚一點 但M1始終不是每一天的保濕 它是急救或是皮膚差 你要用它去做好皮膚的時候用 而這個可以每一天都用到 這就是我自己的小感想 早派天氣很熱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都變得很敏鎮 很心煩氣燥 有一件事可以令到我深呼吸 然後心情靜一點 就是Canvas的青瓜噴霧 我收到它們三支 但是這個青瓜是最治癒的 第一它的噴霧是很小的 雖然聽到聲音好像很大 但是你噴出來是不會有任何水珠感的 是很無法 其次它的味道是跟你切青瓜 吃沙律的味道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架或其他的味道侵入了裡面 是很棒的 我覺得很清新很舒服 唯獨有一樣東西就是它的瓶是玻璃 所以帶出去就不方便了 我放在工作桌上做事做到的人 我正在噴一噴就馬上順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去Canvas那裡嗅一下 真的很青瓜 再來我收到一個台灣品牌叫Irita 我收到它們一系列的產品 其實還沒開完 暫時最喜歡的是乳液 因為夏天其實我很少用Lotion 不過這一款是舒服的 然後其他就真的要多一點時間去試 畢竟最近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不想撈亂 想真的試清楚先跟大家分享 就等我了 護膚品都說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到化妝品了 我今個月終於買了一些新的化妝品 然後我是很喜歡的了 就是我手上這兩盒的眼影了 NARS的這款狗色眼影 一新推出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一定會買 因為裡面的顏色 就最是太適合我了 NARS的粉質就不需要質疑了 然後大家看不看得到那個閃度 它們的霧面是挺滑的 今天我的眼妝都是用這一盤去化的 它是無論日常上班上學會化的妝 或者是去特別場合想要一些閃亮亮 有些主題有些點綴的話 都一樣做得到的 所以非常非常推介大家買這一盤 而另外這一盤是Bobbi Brown的 也是最近新推出 很限量很難搶的 一個四色粉紅色的眼影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你一摸下去就知道厲害之處 它的閃在手指頭已經開始感覺到 是宇宙級的 真的好像一些鑽石一樣 第一次摸和畫出來的時候是非常驚艷 它漂亮到一個藝術品的程度 但是它的實用性就沒有剛才NAS那麼高 始終四個顏色深淺度也不是相差太遠的話 它做不到一個很有層次的眼妝 所以要不就一個少少淡粉紅色的眼妝 或者你可以用它們的顏色做其他眼妝的點綴 那個閃、那個美麗真的無人能及 化妝品說完就到一些生活用品了 最近我收到兩隻很漂亮的杯子 都是Chopper來的 這隻杯是一位店主朋友送給我的 它是Laser了Chopper的照片 超可愛的 是一個雙層玻璃杯 然後另一隻杯也是Chopper的樣子 但是它不是照片來的 它是畫出來的 它的仔細程度是會看到一條一條的毛髮 我差點看到離胎 只要有Chopper或小吉 所有東西都會加200分 我都會很喜歡 現在喝水都特別開心 說到喝水就說到食物 最近很推介大家這個 李家的明太子忌廉意粉 它的味道是明太子Carbonara 應該大家會想像到的 很容易煮 這個才是重點 又好吃又簡單 總之你就是放意粉進鍋裡 加水加裡面那包粉 然後煮分半小時 然後關火再加醬和紫菜 完成 它的份量是偏少的 男生一定不夠的 女生應該剛剛好 然後現在我減肥 我就吃半個 真的很慘 真的很好吃 給大家看清楚樣子 記得CAPTO 一包有四包大約60多元左右 我在HKTVmall買的 大家貧圖去找 然後外面也有機會找到可以賣 沒什麼特別 總之很好吃 最後就是一些詢問度超高的首飾 大家有發現我經常戴字母頸鏈 我有兩條 這條很多人問 之前有影片說過 不是Hermes 是不是因為字母有點扁 大家有一點錯覺 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後面有顆珠珠 可以調長短 只要拉一顆珠珠就可以伸長 然後縮短 然後就到我頸上這條的字母頸鏈 這個款式會斯文一點 因為上面有兩顆閃石 而且字都比較長 還有我今天的耳環 在一邊是H 另一邊是C字 它們都是來自不同的店 我會把資料放在info box 今天真的分享了超級多東西給大家 你們可以想像到 我在這個月試了幾多不同的新東西 很努力給大家分享 用後感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 這個每月用什麼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間三點和星期日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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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